现在遇到困难 走进你内心 第一个我就想找他倾诉一下 哪怕不需要解决方案 这个比较难 不会去找别人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 我一不开心的时候 又是会躲起来 不见人 又不会主动去找人讲心事 但他就很好 他有一次 我自己真的很低 很不开心的时候 他就不停地 全日打了很多电话来问候我 终于我就开心了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互相倾诉心事 我们很荣幸 今天可以颁奖这个奖给他 今天这个奖项虽然不是一个大奖 只是一个纪念奖 不过我希望在Danny的音乐人生里 会添一份光彩 也希望他会得到安息 阿妹 正如你刚才说的一样 我们三个分别都是他的知己朋友 刚才你唱的一首偏偏喜欢你 也都说得出我们三位对他的思念 我们很希望在今天为他做一些东西 阿妹刚才说了 就是Danny在生前对音乐的贡献 其实作为他一个朋友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互相倾诉心事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 有理想的一个青年人 也都为自己曾经 想过很多其他的路程 所以他绝对不是静止 在音乐上面有任何的贡献 第一个去找的人是谁 其实永远都是 我的股东 我的 大家在管理上的一个非常好的 共同去处理事情的伙伴 都是我几个妹妹 他们跟我是共同 这个在过去二十年来 我们是共同努力的 现在遇到困难 走进你内心 第一个我就想找他倾诉一下 哪怕不是要解决方案 这个比较难 因为这个已经是 过去这十年已经形成 我是比较独立的 不会去找别人 不会去找别人 因为太反复了 我如果是这个围绕我发生的事情太多 而且牵涉到很多的关系的情况 一般来说我要难尽 就是我要各自身去难尽 去想好 不会去找别人